女儿自杀当天,妻子挽着情人当面嘲讽,小贱货,我不就骂了你两句,还整上抑郁这一套了。 最终女儿不堪受辱,跳楼自尽,我无法忍受,提出离婚,妻子却以自杀威胁,逼我留下,可她不知道,我就要死了,您是周妙妙的父亲吗? 晚上十点钟,我接到消防员打来的电话,听到女儿的名字后,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,忙不迭地回道,对对,我女儿出了什么事吗? 是这样的,就在前半个小时前,您的女儿周妙妙独自一人站在楼顶的天台上,想要跳楼自杀。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,我不可置信地出声,什么? 您先不用担心,孩子已经被我们救下了,只是通知您尽快回来,孩子需要你,我的后背出了一层冷汗,想到女儿无助的神情。 我的心脏庞佛,被人用手狠狠地揉搓了一把,妙妙到底出了什么事,为什么会想要跳楼自杀? 我脑子里有无数个无解的问题,恨不得现在能够拥有顺一束,好让我立马闪现到女儿的身边。 好好好,我现在就买票回去,电话挂断后,我哆哆嗦嗦地打开订机票的页面。 寻找最近的一班航机,可还不到两分钟,我的手机铃声再次响起,是方才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年轻消防员,他愧疚又饱含歉意的声音响起,抱歉,这次我们没能救下他。 话落,我听到电话那头有崩溃嚎哭的声音传来,我大脑一片空白,彭佛无数的烟花齐声在我的脑海里炸响,连着我的耳根都发着妈,抱歉周先生,我们的同事有些情绪失控。 请您,节哀,后面的话我没听清,巨大的耳鸣声充斥着我的脑炉,我甚至忘记了怎么呼吸。 随后,我清晰地听到了我脑子里那根紧绷着的弦断掉了的声音,我的女儿跳楼身亡了,这是我在混杂的脑海里,唯一能确定的是,我订了凌晨的飞机,也全然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如同一具行尸走肉般的尸体,匆匆地赶了回来。 然后,我亲眼看到了女儿的尸体被一块冰冷的白布附了住,它那么小,甚至只有小小的一团,我的腿不受控制般的开始颤抖起来,头皮瞬间抹了半边。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死亡的可怕,甚至,就在前一个月前,我亲手拿到自己癌症诊断书时。 我都没有害怕过,可我却没想到,仅仅十岁的女儿,会先一步,比我离开人时,心脏处的顿痛,变成了尖锐的一柄刀翻脚,疼得我背脊都弯了去,我无力地跌坐在地上,人心痛到极致的时候,甚至连哭声都发不出来。 直至,视线内出现一双赠光瓦亮的皮鞋,我抬眸看去,乔信挽着西装革履的吕泽,居高临下地站在我面前,再看到乔信那张妆容精致的脸,我莫地想到,消防员之前和我说的话,一股无名的怒火,瞬间只涌上我的心头,我立马起身上前,一把掐住了乔信的脖子,为什么? 为什么这样对我们的孩子? 我手劲的力道很大,乔信的脸瞬间因为缺氧发了清,他双手锋利的指甲,死死地欠进我手背上的皮肉,用力地挣扎,周延松手,他身旁的吕泽听到他的呼喊,将一拳用力地砸在我的脸上,我捂着鲜血直咏的鼻子,因体力不支,量呛地后退了几步, 我面前的吕泽以一种保护的姿态将乔信揽在怀里,贴心地派打着他的后背替他顺气,周延你还是不是人,对自己的老婆动手? 乔信也是捂着胸口,露出对我失望至极的神情,俨然一副被我伤到极致的样子。 如若不是我知道,他一直在和自己的前男友吕泽纠缠不清,我说不定会被他这副精湛的演技所骗到,但是最令我愤恨的是,他对女儿的死全程都是一副冷漠的态度,像个局外人一般冷眼旁观。 彭佛妙妙不是他的亲生骨肉一样,消防员小钊告诉我,当时他们开导了半天妙妙,好不容易将他从天台护栏的外边救了下来。 可就在这时,乔信带着吕泽赶了过来,妙妙在看到他后,有些恐惧地叫了声,妈妈。 话落,他就被乔信一掌扇倒在了地上。 那周围还有他认识的同学、老师、朋友以及我们的邻居,乔信当着众人,指着他头破口大骂,小贱货,你现在长本事了,还玩起抑郁症这套了。 我不就是今天骂了你几句话吗? 当时听着小钊和我重复了一遍,乔信在现场说的话,我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,不由得开始后背发寒,当时的妙妙到底该多绝望啊? 他好不容易有了声的希望,却在下一秒被自己的妈妈亲手扼杀,乔信对孩子的恶毒程度远超我的想象,那可是他的亲生骨肉啊。 他甚至用贱货这样的字眼,在众人面前辱骂自己的孩子,我可怜的女儿。 我可怜的妙妙,妙妙怕疼,小时候的她,就算身上不小心擦破了点皮,也会哭个半天,当时的她是该有多绝望多无助,才会那么决然的从十二层高的天台上一跃而下。 她才十岁,才十岁啊,我双眼通红,寂静抑制不住自己颤抖的声音,乔信,那可是你十月怀胎,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。 你为什么就对她如此狠心?孩子考不好是她要骂,看一会儿电视就要打,为什么非要将一个十岁的孩子逼成这样呢? 听到我丝生历劫的质问,乔信的眼皮颤了颤,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,我看到她的脸色在一瞬间发了白,而后便是她下意识的反驳,周延你胡说,那是你的女儿。 不是我,我没有那样的孩子。 我看着她,心口突如其来,一阵尖锐的疼痛,她现在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承认了,乔信之前其实对妙妙很好,就像大部分做母亲的女性,她将自己的温柔,耐心都给了自己的孩子。 妙妙小时候因基石,半夜起了高烧,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偏打不到车,我还经常在外出差,乔信凌晨硬是背着孩子徒步走了十几公里,才找到了一家开着门的诊所,要是说她对妙妙没有一点感情,我是不信的。 可这一切,从吕泽回国找上她后,全部变了,甚至连带着她对我的感情,那时候向来温婉的她,开始对我大发脾气,对我逐渐没有耐心,她将自己的身心都铺在了吕泽一个人身上,甚至就连自己的孩子也开始不管不顾。 我不知,她是不是因为妙妙的存在,怕影响了她和吕泽的感情,所以后来才对一个十岁的孩子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厌恶之情,之前我们一家人明明很幸福的。 我以前总认为,是我做的还不够好,所以我拼命努力,拼命赚钱,还妄想着有一天能挽回她的心,能挽救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,可如今妙妙的死,彻底击碎了我全部的幻想,乔信早就不爱我了,也早就不在乎我们这个家了,甚至间接性的害死了我们共同孕育的孩子,随后我绝望的闭住了眼睛。 一股青泪缓缓落下,我们离婚吧。 我话落,她瞬间宁紧眉心,你要跟我离婚,我没吭声,她顺势挽上吕泽的胳膊,眼底凝着深深的厌恶,想离婚,不可能。 我的目光良久落在她掺在吕泽胳膊上的手上,然后平静地出声。 我不会分走你们家的财产,我会净身出户。 吕泽听到我的话,暗中松了一口气,又注意到了我的视线,颇有些得意地对折身旁的乔信说,信,你没必要跟着她,一直委屈求全。 相信我,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 这番话,着实让我作恶,我轻醋了醋眉,便看到乔信不动声色地从吕泽的臂弯处抽出自己的手,这是心虚了。 我轻吃出声,眼神逐渐变冷,话锋一转道,不仅是离婚,我还会搜集证据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。 对于你在妙妙身上加注的一切伤痛,我都会用法律替她讨回一个公道。 妙妙因为她长期的精神打压治愈,最后选择用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以前无论她怎样对我,我都念着我们往昔的旧情,并没有实质性地怨恨过她。 但是,孩子是我的底线,如若不是她将我逼到现在,我也不会想采用这种可能让她判刑的方式来报复她,瞧性地脸着眉。 表情自始至终都是淡淡地,透露着十足的冷漠,反倒是吕泽争鸣着一张脸,周延她可是你老婆,你居然想告她让她坐牢。 我不屑地勾了勾唇,你也知道她是我老婆。 怎么你这个小三哥的道德意识醒悟了? 吕泽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眼,而后看着旁边的瞧性说,秀你看清她的真面目了吧? 她根本就不爱你。 折腾了一天回家后,我狼狈地回到家里,捧着女儿的遗像,哭得撕心裂肺。 妙妙,你别害怕,爸爸很快就能去陪你了,都怪爸爸不好。 如果当时爸爸在你身边,你就,玄关处的门被人毫无征兆地推开,是乔姓,哦,她已经好久没有回过家了,今天实在难得,我瞥了一眼她,而后偏过头,抹了一把眼角的泪花,乔姓的视线落在我怀里紧抱着的妙妙的一向。 她的视线停顿了很久,像是在思考着什么,我觉得她的表情透露着一丝古怪,眼下还有一片很重的无情,难过,似乎并不像,冷漠,似乎还夹杂着一丝别的情感。 周延,你真的要和我离婚吗? 我将一根烟咬在嘴边,点燃后用力地吸了一口,沙哑地开口,你不爱我了不是吗? 乔姓直勾勾地看着我,呼地笑了,骗子。 我不解地抬头看她,她眼里带着明晃晃的轻视和不屑,吕泽果然说得没错,一开始你答应和我在一起,就是为了我们家的钱。 怎么现在想和我离婚,和你的小情人双宿双飞? 乔姓说的话实在难听,可我们的孩子死了,我现在早已没有经历和她争论这些莫须有的东西,我不知她是从哪看出我有什么小情人的,也不知她为何咬定我当初是为了他们家的钱,才选择和她在一起。 于是我强忍着胸腔翻涌的怒火,一直没吭声,只是一根一根地抽着烟,干战了一会儿,她许是觉得没意思,静止地回了卧室。 她走后,我看到微信里我的主治医生发来的消息,她强烈要求我接受住院治疗。 这样说不定我还能多活几年,撕扫了片刻后,我静止地回了一句,麻烦你的许医生,我还是不治了。 我现在早已没有活下去的欲望了,人快死的时候总是多愁善胆嘛,我的思绪飘忽了很远,不自觉地想起我和乔姓的曾经, 我们之前的关系,以及社会地位的差距,就像小说电视情节里白富美和穷小子的故事,我在咖啡厅打工,用乔姓说的话就是她对我一见钟情,当时在自卑的心理作祟下,我三番五次地拒绝了她的嗜好,可她却依旧不死心。 她说她不在乎我没钱,她喜欢的是我这个人,当初我大学毕业刚出入社会,连一段像样的恋爱经历都没有,哪里经得住乔姓这样轰轰烈烈地追求,我很快就败下阵来,并且一颗心也逐渐地沦陷在她的身上,之后我们便确定了恋爱关系,之后她更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事,频繁地和自己的父母吵架, 最后她父母才同意她嫁给了我,我深知自己配不上她,于是便夜以继日拼命地学习,工作,赚钱,索性我的天赋还不算差,再加上运气的加成,我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,也更加倍地对她好,她的父母最终也对我另眼相看,直至后来我们有了共同的孩子, 我当时得知她怀孕后,高兴得一夜未眠,说起来,妙妙的诞生实属不易,彼时,我在外地出差,乔姓出了车祸,当时孩子差点没保住,我现在还记得她躺在病床上,刚睁开的第一眼, 就泪光盈然地问我,阿妍,我们的孩子保住了吗? 我当时心疼得无以复加,紧紧握着她的手,信儿,我们的孩子还在,还在,后来孩子出生后,我们的感情愈发甜蜜,日子就这样慢慢悠悠地过去, 直至几个月前,妙妙十岁生日那天,我在她手机里翻到了她和吕泽暧昧的聊天记录,那一刻,我恍如晴天霹雳,看着聊天记录上露骨的内容,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深爱着的妻子出轨了, 随后,我便查清了他们之间的所有事情,原来吕泽和乔幸是大学时的情侣,后来吕泽出国和她提了分手,当时为了赌气,乔秀才选择追了我,而我一直以来,也不过只是一个她感情的替身,卧室内有细微的声音传出,回忆戛然而止,浑浑噩噩噩地起身后,我便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, 我低头一看,自己的衬衣不知何时,早已被血迹打湿,我又开始流鼻血了,当看到卫生间的镜子里那个脸颊凹陷,双眼无神满脸血字,人不人鬼不鬼的我时,一股悲怆的心情顿时涌上我的心头,我似乎是活不久了,简单地冲洗了一遍后,在路过乔幸的房间时, 我才发现,她一直没有关门和关灯,透过门缝,我看到她整个人蜷缩在床上,还时不时地发出泪似英明,抽气的声音,她似是睡着了,但却连衣服和鞋子都没脱,像是倒头就睡的, 我轻轻地推开门,将一块毛毯清盖在了她消瘦的身体上,熟睡的乔幸,平日里身上凌厉的气质尽脸,蜷缩的身体,更像是一个孤独没有安全感的小孩子 看着她脸上胃干的泪痕,以及紧闭的眼睫上,还挂着几滴泪水,我的心情顿时复杂起来,视线下移,当看到她手里攥着的东西时,我的呼吸顿时平了住,那是一只婴儿穿的小鞋子,是妙妙出生前,乔幸新手缝制的, 我没想到她还留着这些东西,怕自己会泪洒当场,我几近落荒而逃到阳台,一个人枯作了一夜,抽完了一整包烟,直至天边雨堵翻白,一丝晨光出路,我最终选择给自己委托的律师发了条消息,撤诉吧,我不告了,妙妙,爸爸对不起你,我还是做不到对你的妈妈很下心, 所以爸爸会找你赎罪的,二日清晨,乔幸醒来后,似是对昨天发生的事情,忘得一干二净了,在看到我桌子上新做的早餐时,她毫不客气的坐下吃了起来,顺带用威胁的语气说,周延,以后你要是敢给别的女人做早餐,我就杀了你了。 她的眼神带着一丝无庸置疑的坚定,不像是开玩笑的,我无奈地轻叹一口气,我似乎已经看不懂乔幸了,用完饭后,我将一份离婚协议推到她面前,就算放弃起诉她有关妙妙的事。 但我也不打算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和她一起生活了。 隔阂太深,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,她大概只看了三秒,然后毫不犹豫地将协议书丝的一干二净,看着那些纸片洋洋洒洒地落了一地,我突然生出了一股无力感, 我真的累了,也不愿意和她这样耗着了,还没等我开口,乔幸输得站了起来,重重地甩了我一个巴掌,周延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甩开我,去找你的小情人。 我告诉你,你休想,我就算死也会缠着你。 我疲惫地捏了捏眉心,不知何时乔幸每次在和我吵架后,都会说出这种类似我要去找一个小情人这样的话。 起初我还会耐着性子解释,可之后见到她依旧这样跋扈地坚持己见后,我放弃了辩白, 说不定她这样说,只是为了减轻她出轨的道德愧疚感,随便吧,反正我们已经不相爱了。 在感到鼻子处留下一股股温热的液体后,我眼神危暗,舌尖顶了下腮帮,去扯桌子上的抽纸,胡乱地擦着脸上的血迹。 乔幸尔在看到我鼻子里不停地涌出的血后,眼底不易察觉地闪过一丝慌乱,你别来这招啊。 我是不会心软和你离婚成全你的,我搭拉着眼皮有些乌精打采,于是低声地恩了一句,嗯,知道了。 反正我就要死了,马上就能和我的孩子团聚了,他要折磨我,就随他去吧,我不在乎了,我话音刚落,乔幸尔就冲了上来,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他就拽着我的领带,迫使我低下头,回应着他如波涛一样汹涌地吻。 周延你说你爱我,你为什么不说话?你说你爱我啊,你说你爱我,就和从前一样,我本能地排斥着乔幸的吻,依旧不吭声。 啪,我左脸上又挨了一个结实巴掌,刚止住的血又涌了上来。 乔幸尔瞪着一双通红的眼,无助地蹲在地上,像一个小孩崩溃的大哭,为什么? 为什么?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,下意识地去摸哭兜里的烟,可烟盒里已经没烟了,侨幸我们已经回不到从前了,从他出轨屡则的那刻起,他正正地仰起头看我,最后眼底渐渐地有坚决浮现,像是下了某种决心。 好,我们离婚,财产我们平分,说不在意是假的,那晚我还是失眠了,我们恋爱两年,结婚十二年,整整十四年,人生中有几个十四年呢? 侨幸,没有我,你真的会幸福吗?会开心吗? 就在我怅然地出神时,呼地收到了,侨幸发来的消息,是一张海边的照片,内容是,周延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,意识到他将会做什么事实,我下意识地去反复地拨打他的电话,可他一次都没有接起,于是我慌乱地拿起一件外套就冲出了门,照片里的地方我认识,那是我第一次和他求婚的海边。 一路飙车加闯红灯后,我终于到了侨幸图片上所在的地方,这里空气无人,也没有侨幸的身影,沙滩上仅留下一双他的鞋子,还有一串向着海面延伸的杂乱的脚印。 在看到海面不远处有具类似人的尸体飘荡时,我后怕地想着,难道他出了意外? 那瞬间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完全仅凭着本能的生理反应,静止地跳了下去,我不知自己游了多久。 直至我亲眼看到那个我方才在岸上看到的类似人形的东西,其实是一个人偶时,我才知道自己被耍了。 心旁佛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了脚,凉得透风,就在我向岸边游去时,果不其然地看到了岸边的侨幸以及他身边的吕泽,你看我就说吧,他不会选择你的,他早就爱上别人了。 乔幸的眼神从刚开始的失望逐渐变得冷漠,本能的第六感告诉我,今天这件事根本没有这么简单,明明我是以为跳海的人是乔幸才这么奋不顾身的,想要下去救他的,可吕泽和乔幸说的话到底什么意思? 不行,我一定要搞清楚,可就在我挥避向岸边游去时,小腿突然开始抽搐,我猝不及防地沉下水,呛了一大口,情况更糟的是,长时间被冰冷的海水浸泡,让我的病情开始发作,身上也开始脱力,我接连数次被海水呛到,意识到我会溺水而亡时。 我冲着岸边不远处的乔幸奋力挥手,发出求救信号,那边有隐隐约约的声音传来,是乔幸的,他是不是出问题了,看着我狼狈的模样,吕泽的脸上露出轻蔑又得意的神情,怎么可能,他演的吧,周延大学时候可是校友勇队的,这么点的距离,对他完全是小意思。 于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乔幸和吕泽转身离去,身体的疼痛不及心脏的万分之一,他竟心狠道对我见死不救,我突然觉得自己好累,索性连挣扎的动作都没有了,直至无感逐渐被汹涌的海水堵住。 我的身子逐渐地沉在了深海中,乔幸再见了。 下辈子我们别遇见了,乔幸是找我签离婚席一时,发现我去世的,彼时,我刚从海底被打捞出来,警方很快地联系到了他,乔小姐,周延是你的丈夫吧? 乔幸正愣了一下,木讷地回了句,是发生什么事了吗?是这样,昨天当地的居民在海边发现了一具溺斃身亡的尸体,因为尸体泡水泡得太久,面部出现了大面积的腐烂,我们花了一周时间才确认了死者的身份。 哦,对了,我们是在他的衣服里发现了一张你的一寸照片,索性还有防水膜。 照,片没有损坏,我们才确认了他的身份,我变成游魂,在天上飘荡着,看着一脸不可置信的乔幸,激动地攥起警察的衣领,猙獰的出声,不可能,一定是你们搞错了,周延怎么会死? 他最会游泳了,又怎么会溺亡,撒谎,你们都在撒谎。 乔幸的情绪太过激动,为了避免他有强烈过激伤人行为,几名警察将他制骨了,直至,他亲手掀开裹着我尸体的白布,我在一旁悠悠地看着我因为泡得太久而肿胀发烂的尸体,下意识地想吐。 但还好,游魂是没有生理反应的,就连吕泽都捂着嘴干呕了好几下,不敢再去看我的尸体,可乔幸的表情似乎一点也不恐惧,他匆忙地掰过我的头。 在看到我左耳下的那颗之后,他恍如晴天劈雷般跌坐在了地上,屡则伸手去扶他,他如同一只被惹怒了的小兽,低吼道,滚,滚开。 随后,他逗大的泪珠像扯了线的珍珠,从他脸上滚落,周延你别丢下,你为什么这么心狠,为什么? 如果此时我能被他看到,说的话能被他听到,我真的很想说一句。 乔幸不是你想让我死的吗?你甚至等不到我病死,我真就这样说了。 当看着乔幸呆滞地抬起脸后,曾有一瞬,我甚至以他看到了我,听到了我说的话,直至他从我透明的身体穿过,我的耳边只有风声掠过,乔幸的瞳孔如大梦初醒般地紧缩了一下,随后他跌跌撞撞地跑回我们的家,不停地开始翻找东西,直至从一堆杂物里找到了一个泛了黄的笔记本。 我一直不知道他还有个日记本,我站在他的身后,看着他一页一页地翻阅过他亲手写下的日记。 像是在读过去的他,200X年2月7日,请周延答应了我的追求。 我感觉自己要幸福地晕了过去,200X年3月4日,因今天下了雨,周延为了给我买我爱吃的肠粉,跑了两条街, 淋了一身的雨,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?200X年12月18日,请,想和周延结婚。 200X年12月31日,多云,周延新年快乐,我许愿永远能在你身边,201X年。 5月5日,因我和爸爸说想要和周结婚,他坚决地反对,我说是因为周延没钱吗? 我爸说不是,他说现在不适合结婚,等我毕业了,要带我出国,我觉得我爸很奇怪。 201X年5月20日,请,我和周延结婚了,我们偷偷领了证,我现在成了他的老婆了,周延每天工作好辛苦,心疼他,不过他也要养我嘛。 201X年7月7日雨,和周延吵架了,他冰淇淋的第一口居然不是给我吃亨。 201X年12月2日,请,我爸发现了我和周延结婚了,周延居然当着我爸的面拿出了车和房子的钥匙,天啊,他怎么这么厉害? 我爸最后还是心软祝福我们了。 201X年3月1日,请,我有了宝宝,周延高兴的一晚上没睡着,我也是,201X年。 11月2日雨,前两天我出了车祸,住院了。 201X年11月28日雨,孩子没保住,我的孩子没有了。 201X年1月8日雨,我发现我好像病了,我联系了一位心理医生,他是我大学时谈的男朋友。 201X年3月8日雨,喵喵上幼儿园了,我的宝宝表现得好棒。 201X年4月5日,请,周延出轨了,他爱上别人了,那个女人还有了孩子。 201X年6月5日多云,周延将那个女人的孩子接回了家里,我恨他。 201X年7月8日雨,那个女人生的小贱人,把我推在地上,我的孩子流产了。 201X年9月2日多云,妙妙一年级了,今天期末考了100分呢。 201X年12月3日雨,那个贱女人和他生的孩子抢走了周延对我的爱,我好绝望。 201X年,我愣住了,却又清楚了一切。 原来在乔袭记忆的世界,我们的孩子在那场车祸里就已经没有了。 甚至后来,他记忆错乱道,以为是妙妙害死了我们的孩子,难怪他后来那么恨他。 我莫得想到,乔姓的父亲曾和我说过的话,周延。 希尔现在还不适合结婚,他很有可能遗传他母亲的病情,我们需要去趟国。 我当时以为乔姓的父亲是嫌我没钱,不放心将自己的女儿交在我手里,所以才编排了这么一出借口,后知后觉的我才意识到。 当时他其实就已经在提醒我了,乔姓遗传了他的母亲在精神史方面的疾病,类似一想症。 被害妄想症这种,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放在心上,如今看完乔姓的笔记,很明显他也曾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。 可我身为他的丈夫,竟却毫无察觉,甚至到后来,他彻底变得和以前大相径庭,我以为他不爱我了,不爱自己的孩子了。 却没想到,他已经生病了很久了,我沉默地想着,当时我在干嘛呢?我在陪客户应酬,每天喝得烂醉回到家,连一句对他的关心都没有,乔姓不喜欢我出去应酬,不喜欢我去出差。 在一次我疲惫地回家后,他从我衣服上发现一根女人的头发时,为此我们还大吵了一架,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根头发是从哪来的,可乔姓却不相信我。 非要和我争出一个高下,我当时气急了,脱口而出了一句,你天天闲着没事干嘛?难道我不需要赚钱,不需要养你和妙妙吗?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,每天和个神经病一样揣测我,你不累我都累了。 当时看到他眸里的星光瞬间暗淡下去时,我顿时后悔了,我知道我说错话了,可覆水难收,我知道自己还是深深地伤害了他,自那以后,我们的话便也就越来越少了。 尽管我怎么想弥补他,他内心对我早就生出了隔阂,直至吕则回国,我当初以为他是对他的前男友念念不忘,才加了他的联系方式。 却没想到,吕则其实是他的心理医生,我突然意识到,如果那段时间我没有和乔姓频繁的吵架,如果我能嚷嚷他,他的病情是不是会没这么来势汹涌,我是不是还有时间去发现他的不对劲,然后即使挽回这场悲剧,他也不会假象出一个不存在的小三,也不会将妙妙假想成我和小三生的孩子。 那样,他就不会到后来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出,妙妙也不会遭受那么多亲生母亲对自己的精神暴力,他应该也会不理解吧,为什么爸爸妈妈不相爱了呢? 为什么曾经那么爱他的妈妈开始讨厌他了呢?所以杀死妙妙的不仅有生病的乔姓。 还有我这个爸爸,半夜,他又开始翻找我们曾经拍的结婚照,一张一张,他从卧室摆到了客厅,像是要拼命地记下这些场景。 乔姓在看完日记本后,就一直呆呆地坐在地上,眼神空洞且呆滞,我的心旁佛被人狠狠地弯下了一块,原来没有无感的魂魄,也能感知到疼痛,就这样。 乔姓将自己关在了家里整整三天,不吃不喝,我一度担心他会撑不下去,焦急地在房子内飘来飘去,可我早已不属于这个世界,什么也不能为他做,直至,最后一日,我见他出了门。 我忙不迭地跟在了他的身后,他去了吕泽的诊所,在看到他往包里塞了一把水果刀时,我的内心突然涌上了一股不好的预感,吕泽在见到乔姓后,就将他揽在了怀里,我甚至想,如果他能在我走后,对乔姓好,那我也就放心了,可在吕泽看不到的地方,乔姓全程面无表情,之后,我看到吕泽让乔姓 乔姓坐在了座位上,他简单地询问了几个乔姓精神状态的问题后,便掏出了一块古朴的钟表,就连眼神也开始变得充满蛊惑,乔姓看着我,闭上眼睛。 乔姓的眼神逐渐变得迷离,之后,我看到他仅仅攥了一把自己的包,周延在得知你被绑架时,转头去海边救了那个女人,他根本不在意你的死活, 他只爱那个女人,周延不爱你,他出轨了,只有吕泽才是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,这个世界上只有他对你才是真心的,你要怎么做和他结婚对不对,将你们家名下的所有财产都送给他作为报答。 再意识到,乔姓一直在被吕泽深度催眠,而吕泽只是为了得到他的财产,故意加。 快他病情的恶化的速度时,我疯了一样将一拳一拳抡在他的身上,大喊道,姓,姓,不要相信他,醒一醒,醒一醒。 可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到,我卵足全身力气挥出的拳头像棉花一般穿过吕泽的身体,对他没有造成一丝影响,我绝望地哀嚎着,巨大的挫败感涌上心头。 墨地,一直紧闭着双眼的乔姓,骤然掀开了眼皮,他脸上没什么血色,愈发显得那双眼眸漆黑,深不见底的漆黑,吕泽愣了住,不可置信地呢喃出声,怎么可能你居然。 下一秒,他的胸口处就被插上了一柄锋利的匕首,他睁大了眼睛,低头向自己的胸口处看去。 乔姓面露狠义,用力地搅动手上的那把匕首,吕泽痛苦着求饶,可他手上的劲儿却没有一丝松懈,如同地狱里走出的罗刹,冰冷无情。 吕泽你害了我的妙妙,还有阿言,我要你偿命,我红着眼睛,眼面嚎啕大哭,他知道了,他发现了一切的真相,吕泽为了得到乔家的财产,利用自己心理咨询师的身份,刻意接近了他,在取得他的信任之后,用催眠的方式,一次一次地向他灌输我出轨不爱他的思想。 乔姓的病情加速了恶化,记忆也开始错乱。 他忘记了妙妙是我和他的孩子,也忘记了我一直很爱他的事实,甚至,他有时会将吕泽错认成了我,而我当时却以为他出轨了。 最后,我们的矛盾越来越深,直至后来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,吕泽成功地让我们站在了队里面,更甚至在我溺毙而亡前。 他曾用乔姓的手机给我发了短信,又假造出了他跳海,自杀的场景,让我相信,同时又催眠乔姓,让他的脑海里假想出一种他被绑架,而我却奋不顾身地跳海,去救别的女人的场景。 我好恨自己,一直没有发现他的反常。 没有早日识破吕泽的阴谋,没有能力去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,乔姓杀死了吕泽后,独自一人来到了海边,他穿了一身洁白的长裙,手中带着我们的婚戒,温柔的面庞,如同我第一次见他时,那样,美好。 田静,他的唇边一直挂着一抹微笑,更像是一种解脱,妙妙,阿言我来找你们了,精神病医院内。 乔正阳得知了自己女儿身死的消息,如同一棵枯败的死树,浑浊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的脚尖,不知多久,他看了一眼,身旁满头白发,却依旧在自言自语的妻子。 沉重的出声,阿月,我们的孩子走了,妻子笑弯了眉眼处的褶皱,他去摘星星了。 乔正阳愣了一下,最后扯出一抹笑容,是啊,我们的星星去摘星星了,老太太激动地大喊,引来不少护士的注意,摘星星,摘星星。 他纵容地宠溺着,曾有人问他值得吗?半辈子都守着一个阴晴不定的疯子,其实到底值不值得,他也不知道。 他只是觉得能像这样陪着他就已经很幸福了,大多数他都像一个孩子,只是脾气坏了点,记性差了点罢了。 没关系,反正他有耐心,替他打败梦中的坏人。